如果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當然一樣 前面你可以把這前面四行固定的 然後網址不然改成就是Yahoo的新聞網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就是說我要找的東西 因為特別注意 如果你只是要找什麼 如果你只是要找那個標題 其實不一定要用A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呢 你沒有用A的話 你就找不到這個超連結 為什麼 因為超連結HREF一定是在A的底下 OK 所以特別注意 假如說你今天要抓這個東西的話 比如說這個Yahoo的網站上面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的標題在哪裡 它的標題剛好就是 剛好就在A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標題剛好就是在 在這個 有沒有 這個A底下的文字 然後呢 它有一個屬性叫HREF 然後另外的話它有一個class 它的class名稱我們剛剛有分析有沒有 所以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的這個span有沒有 往上一層 它的上一層 特別是span的上一層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HA底下有HREF 所以其實我們要是抓這個 抓這個就超連結有沒有 HREF 就是這個喔 有沒有它的連結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可以透過它哪個特徵 class 所以把class後面這一串 全部都複製貼過來 所以它的標籤就是叫A 有沒有 所以它的class就是這一串 到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取得什麼 它裡面的文字 它裡面的文字的話呢 這邊其實也有啦 或者是這邊也有 那span的話呢 其實你用點test也可以抓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抓呢 第一個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特徵在這裡 所以把它點兩下 Ctrl-C Ctrl-C之後的話呢 可以把它貼到程式 所以呢 基本上喔 我們要抓的 這一個 總共新聞有36個啦 也許如果你要焦點就是前六個 那我們可以什麼 一樣喔 先丟到一個串列裡面去 那接下來的話呢 要做什麼呢 一樣嘛 我們如果要看一下O不OK的話 那我們可以什麼 先print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 假設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print什麼 print那個list1 裡面的第一個的文字 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 第一個就0嘛 點test 點test的東西有沒有是 對有沒有 賴清德 見到賴清德 紅國總統眼框半類 OK 然後呢 再來它的超連結在哪裡 超連結其實喔 你可以再來 就是說 再print一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抓它的超連結的話呢 請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抓的是 這個A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抓A裡面的超連結的話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喔 比較特殊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 A底下的某一個屬性 所謂的屬性指的就是說呢 這個A後面空格的這個 像HREF 跟class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這個都是它的屬性 如果你要抓屬性 後面的東西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要 它 寄一個方法 一樣叫GET GET GET的話呢 你可以給它什麼 給它前面的名稱 叫HREF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HREF 等號後面的東西幫你抓回來 所以因為我要抓什麼 我要抓這個喔 這個後面這邊 HREF等於後面這些東西 有沒有 我要爬回來 所以我可以加一個什麼 幫我把這個HREF GET回來 所以把它Print一下 你會發現喔 欸 現在要改了 那第一個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這一個 現在改成這一個 沒關係 底下的話就是它的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要看這個新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超連結C 有沒有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貼上 應該就會 連到這個 對 這個新聞 這一則新聞 所以剛剛那個標題 對應到的超連結 你貼到網址 那就可以把資料抓回來了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呢 要把全部的好了 全部的喔 那 焦點新聞是前 總共有五 有六個啦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回圈 就是 i in range 這個 range的話呢 我要從 因為全部好像有36個 我要從第一個就0開始 一直到哪裡呢 0,1,2,3 有六個嘛 所以0到5就可以了 然後貼後 然後 後面這個Print 這兩個Print 請你把它按個Tab 就是讓它底下執行 然後把0改成i就可以了 0改成i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抓 先抓0嘛 再抓1 再抓2 不過應該這個應該改6才對 因為我要到6停下來 不執行 因為要跑到多少 跑到5啦 如果剛剛是5的話 那它應該跑到4就停下來了 應該是 那所以呢 我如果0到5的話 那我就直接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理論上 我看一下 因為剛剛好像它焦點新聞 又從 又一段時間要更新了 所以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 我們現在還是帶輕的 不管 還是說它資料 反正不管 反正就是執行看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前6個焦點 新聞看一下 沒錯 第一個 這個是 那第二個 才14分鐘染疫 這新聞感覺很恐怖 這沒錯 百萬人預約成功 當然如果說你要看那個 賴清的這個新聞的話 底下有超連結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Ctrl C 然後呢 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Ctrl V貼過來 有嗎 曾經說要跟 這個是卡司儲 OK 反正就這樣 OK 好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要抓超連結 其實抓超連結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呢 如果你可以抓到超連結 你就可以再去抓裡面的內文 因為有超連結 就可以再丟個request.get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超連結丟給它 它就可以把裡面的 什麼呢 全部的原始碼 丟回來 那你就截取裡面的文章 就可以存檔 所以啊 如果你要做漁情分析的話 你不會爬蟲 說真的應該也沒辦法做了 這要太多了 每天Ctrl C Ctrl V 永遠做不完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如果只要 前五個的話 畫面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有關那個 Yahoo新聞的部分 那其他的 你還可以先去抓別的 對啦 底下還有什麼熱門 有沒有 還有什麼夯好物 還有什麼多元 等等等等 這麼多 OK 還有什麼科技與汽車 OK 太多了 好 這個是有關Yahoo的 這個新聞網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 就是 用點test去抓到什麼 抓到它裡面的那個文字 OK 然後用點get REF去抓它的屬性 後面的資料 主要是這兩個 OK 那跟各位講 其實像 這個 Yahoo新聞的那個 網站 其實會經常更新 像我之前那個 尤其是更新它的Class 所以這個Class 下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還是要改 不過改沒關係啦 反正規則知道就好了 以後它改沒關係 我再去檢查 它原始嘛 Class改 我再把它重貼過來 程式還是這樣可以run 其實沒什麼問題 那也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是 爬蟲類的工程師 其實也許叫大數據分析師 或者叫 反正以後名稱一定會不斷變 那其實呢 一定還是有存在必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網站的規則不斷在改 所以它一定要每天去更新那些程式 也就是說 我們抓是抓別人的東西 我們不是說呢 是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東西 那就不會 自己可以改嘛 可是別人東西的話 如果它規則改了 完全改版 那你就要整個又跟著改版了 像我遇到最大的改版 就是像Yahoo股市 Yahoo股市 早期本來是用table 表格 結果呢 它為了不讓人家去爬 因為table很好爬 它就整個把它改DIV OK 所以改個DIV之後的話 真的 別的爬蟲就失敗 像那個如果用Excel裡面 有一個 從Web的功能 它可以直接去抓table 但是因為Yahoo股市 把它改成DIV 所以你用從Web的功能 就完全失效 OK 因為它那個從Web的功能 可能是querytable 是找那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所以如果你的畫面上面的東西 不是用table去布局的話 那很抱歉 沒辦法抓 OK 所以怎麼辦 你就要改用Python 當然你用Excel VBA 也可以用別的方法抓 只是說相對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其實我兩邊的程式 我都有寫出來 我是覺得各有優缺點 但是Python的程式 相對是比較清爽 OK 那 到底哪一個好 我覺得就像黑貓白貓 反正 會抓老鼠的都是好貓 OK 反正可以完成你工作 其實都可以 我的習慣是說 反正我都是 那我將來都分享 那只是說 你們自己可以去決定 要不要去學習 因為有時候學得多不見得是好 因為有時候你用不到 反正是增加負擔 所以至少你可以取捨一下 我東西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再試試看 如果說我們剛剛是抓 Yahoo新聞 它有個優點 就是它有class 但是你會發現 有一些網頁的設計 它沒有class 它沒有class 那你就要想別的方法 比如說哪一個 我剛 我底下還有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 ETtoday的熱門新聞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抓另外一個網站 就是 ETtoday OK ETtoday 裡面的熱門 在這裡 熱門新聞 這幾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些標題跟超連結 通通都抓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樣 先得到網址 第二個的話分析 你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以後 你以後慢慢習慣 反正 你只要 上網 網頁 你就慢慢習慣 請你善用 按右鍵檢查 用久了之後 我想你慢慢就 比較不會抗拒 這個 右邊的畫面 而且你會慢慢 好像還蠻有意思的 原來你可以看到 比別人更多 看不到的東西 對不對 那以後人家討論的東西 你也比較聽得懂 尤其工程在講什麼 因為人家在討論 右邊的東西 可是你看到 都會看到左邊的東西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世界 有沒有 右邊就是另外一個專業 OK 這個水其實也是很深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右邊的東西 哇 可以看得很透徹的話 那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一點 OK 所以 當然也不是說 你一下這樣 很厲害 但至少你可以跟人家溝通 你看 你講的我都聽得懂 有什麼標籤 有沒有 什麼類別 然後呢 裡面有什麼樣的 相關的東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A 它其實A沒有class 但是有HREF 那我們其實可以抓得到HREF 而且它HREF很特別 它HREF只有一個斜線 但是前面的HTTP沒有 像剛剛那個Yahoo的話 就是HTTP有 那也就是Yahoo是給絕對路徑 絕對網址 那一基得對是給相對的連結 所以啊 以後如果說呢 假如你要讓它可以直接連過去的話 那恐怕你還是要幫它加一下那個前面的東西 那前面的東西在哪裡 其實就是它自己這個網址 也就是它前面這個網址它不加 因為它是相對的連結 那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如果你Yahoo新聞OK的話 想想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也是見招拆招啦 所以我們如果希望得到什麼 得到它裡面的東西 它在TITLE裡面 OK TITLE裡面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它TEST也有 所以如果你getTITLE跟getTEST 其實都可以 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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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